欢迎收看宏观热点 我是刘洪 有关中国国民党2024将由谁出战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以及如何提名的话题引发岛内热议 下面我们连线以表态争取2024中国国民党提名的 台湾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听听他的看法 张亚中老师你好 刘洪你好 连日来有关中国国民党该如何提名2024候选人的话题引发关注 各种传闻不断 有说会采取民调加征兆的方式 也有说将采取全民调的方式 对此您怎么看呢 那么您跟党内相关人士有没有什么沟通呢 我觉得初选是一个党的一个制度 一个党如果要团结的话 其实必须建立在一个完整的制度之上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初选是必要的 那初选呢我觉得应该分为三个重要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因为要承担嘛 要竞选大会要承担 所以应该是有主动的登记或者主动的报名 并不会说被动的把它拉入到选举的机制里面来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主动的表达意愿 这是一个必要的 第二个呢我觉得进行初选并不只是民调而已 还要最重要的要做到每一个参选者应该有政策的发言 还有政策的辩论 也接受媒体的提问 因为毕竟我们比的并不是选美比赛 大家来投票说随访的比较漂亮 而是应该听听他的可以为两岸关系 他的看法如何 台湾的经济发展 人员政策 台湾的教改 台湾的一些社会问题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听听他的意见 看看他的方法 所以我认为第二个关键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三个呢就是当人登记以后 然后也发表证件以后 最后由谁来决定呢 我觉得并不只是一个民调可以做决定 我觉得党员应该在里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因为台湾现在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就是好像都用全民调 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一个党要参加 要推选他的候选人 可是党员在里面呢 他都没有权利 或者他的发言权跟一般的绿的 完全是一样的话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那更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说一个党要产生他的候选人 完全用全民调 那么对于这个候选人来讲 他就不太会在乎党员的立场 而更在乎其他的非党员的一些看法 所以这个党的理念跟灵魂呢 其实就会受到一些伤害 所以我认为说 其实最好的一个初选制度 应该是党员占一半 然后其他的民调占一半 我觉得这样子的情况下 可以产生一个比较理想的候选人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现在国民党提到的 用征兆的方法是不对的 而且用全民调的方法也是不对的 所以我还是主张应该有一个报名的机制 一个辩论的机制 还有一个党员跟民间 大家民调都可以参与的机制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制度是不可费的 由于蓝营迟迟迟被决定2024人选 有蓝营支持者很忧心 中国国民党会重蹈四年前的负责 那么您也有同样的担心吗 您认为中国国民党要赢得2024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民意如流水啊 天下的事情都是无偿的 现在的民调高 不见得表示选举的时候民调也高 各位还记得把四年前的现在来讲 韩国瑜先生的民调是最高的 一直到四年前的六月到七月 韩国瑜的民调也远远超过蔡英文 可是最后不到半年的时间 选举又发生一个惊天动地的一个变化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如果与其期待于说 现在选出的民意高的 不如去思考我们到底面对民进党 我们的困难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机会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挑战在什么地方 那国民党如果要获胜 我觉得最重要关键就是说 你必须在台湾最重大的问题上 跟民进党做区隔 比如最重大的问题是什么 毫无疑问的最重要就是两岸关系 就国民党必须要展现出来 我比民进党能够更追踪两岸的和平 那国民党要主张两岸的和平的时候 就必须要提出一些方法论的问题 而不只是停留在九二共识 跟一种各表 那国民党必须提出前瞻性的看法 包括如何处理跟大陆的关系 更重要是如何处理跟大陆的政治关系 也就是国民党应该有能力 把两岸的敌对关系 来给它解决掉 变成一个和平的关系 那这是民进党做不到的 也就是国民党必须要告诉台湾的民众 国民党可以为两岸和平创造 而民进党最后只可以把台湾带进战争 我觉得如果国民党在这一方面 没有抓住这个选举主轴的话 而现在只是停留在 到底郭台铭好 还是侯友宜好 还是朱立伦好 而没有去思考他们三人 到底对于台湾的未来大论述 在哪里 我觉得中江现在看起来民意高 可是随着选择一直打下去以后 民进党你要知道 他掌握了服务院党 还有网军 还有媒体 他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而且他基本上又有非常的 厚勤的资源可以调动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国民党如果在这一方面 不能够确定他的方向 那么这个选举情况 并不会非常的乐观